扛把子与尖字生枝 黄雀在后 你说他喜欢什么不好 非喜欢学习好 我看他就是故意刁难你 奉学我找几个人 这什么补啊 我看上去你干嘛 你说咋办吗 干咋办 找个好生补课呗 好学生 事就是这么个事 你要是能帮我把同桌 签我的钱要回来 我就打你 好 一言为定 这是俊龙的座位吧 嗯对啊 那对了 拿钱 什么虎啊 我们是江湖中人 不是二流的 做出来的规矩 明白吗 兄弟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那个我语文书丢了 一把衣服给你买吧 这么贵啊 十块是书钱 一百是你欠俊龙的 大哥大哥没赚钱